細看的話 而且每一個椅子都是 用一個愛心的形狀 去造起來的 愛心曲線勾勒成癮 傳遞對乳癌的愛與關懷 也傳達乳癌 其實離你我並不遙遠 就看到十六個椅子 中間有一個特別的是粉紅色 所以知道當然粉紅色是 代表乳癌這個活動 所以去跟多人去知道這個 十二分之一對乳癌這個議題 在台灣 每十二位女性當中就有一人 一生中有高機率罹患乳癌 2024亞瑟蘭代粉紅絲帶 乳癌防治宣導活動 特別將藝術帶入公共空間 與國際知名設計師Daniel Wang合作 創作出名為Pink Care 擁抱自己互動裝置藝術 放在這個位置也是非常特殊 它可以給很多人不同的對話 也可以當成一個 給別人在一個很繁忙的都市裡面 去一個休息的地方 或駐足欣賞 獲作者歇息Pink Care擁抱自己 在城市角落中陪伴人們 同時提醒對乳癌防治的重視 很觸發人心 然後你很容易讓人家有記憶點 我看到粉紅絲帶我就有想到說 我最近要來做一下這方面的檢查 我本身就是乳癌患者 大家都要好好的足以身體 就是定期的篩檢很重要 10月上半月 於台北微風鬆高展出 10月18至11月3號 則疑似高雄汗神巨蛋 粉紅力量南北擴散 朝終結乳癌目標更加靠近 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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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